大家好 欢迎从现场先带来关注到这最新的画面 这是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董军以及奥斯丁 在台湾时间今天31号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对话正式开幕之前就已经先进行了会晤 好 这也是董军在去年12月份上任之后 第一次和这个美国的防长就是这一位奥斯丁 来正面面对面的会晤 好 对于两个人的谈话呢 大陆国防部长 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在两个人会后进行媒体简报 表示这一回的会谈是相当务实积极 并且有建设性的 双方首先讨论到的就是台海以及南海的问题 会谈期间 董军部长在台湾问题上 表达中方的坚定立场 对美方向赖清德就职表示祝贺 并派出代表团参加去就职仪式 他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美方做法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违背其所做的承诺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纠正错误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以任何方式 以武注度 好可以听到这是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他就表示双方会谈的范围 是涉及到中美两军之间的关系 还有台海南海巴以冲突 乌克兰危机等等的区域情势 董军也向奥斯丁强调 当前两军的关系是指跌齐稳的局面 来之不易 值得要倍加珍惜 好另外来关注的是东北亚的局势 北韩可以说是这几天动作不断 其实也跟先前的中日韩三国领袖峰会 有一些关系 因为中日韩的领袖呢 就对于这个北韩无核化来做一个确定 当然北韩可能是感到非常的不满 所以呢在昨天跟今天都有动作 北韩官媒在今天就释出了一段影片 显示军方在30号的演习当中 一口气发射了18枚短程弹道飞弹 而这个报导里头也说到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亲自监督 这一次的一整排飞弹骑射 官媒经过后制再配上音乐 还有主播的旁白 似乎是有达到这种微电影的效果 好可以看到这画面当中 一整排18枚短程飞弹骑射的画面 再搭配上金正恩亲自督导的场景 这是北韩官媒的宣传重点 而报导当中也指出 金正恩指导的当天是 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的演习 金正恩他同时也强调 示威骑射可以让敌人清楚地见识到 如果真的有冒犯到他们的话 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官媒公布的照片可以看到 至少18枚的飞弹是同时发射升空 而根据了解这个飞弹 击中了365公里远的目标 南韩的军方在30号也侦测到 北韩至少有10枚短程弹道飞弹发射 好持续要来聚焦的这个议题 可能可以让民进党政府好好的来参考以下 这是拜登政府现在拟定新的能源计划 路透社就指出白宫计划 在宣布一个新的措施 支持美国的新的核电厂 还有核电技术的开发 因为发现评估之下 核电厂是应对气候变迁所需的 巨大在无碳的电力这样子来源的 一个蛮好的应用 那拜登政府制定的这个电力产业 要在2035年之前要达到无碳的目标 那美国总体的这个碳排计划 是要在2050年之前 要成为净零碳排的经济体 另外呢为了要尽早发挥功能 也特地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来检查技术方面的安全性 还有评估相关的成本 避免进度是拖延到了 整个这个碳排成本的控管 另外呢白宫也表示说 在乔治亚州的沃格特 就是这一周最大的清洁电力了 那这里显示出 核电厂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来看到的是美国 他们的能源方案 核能的部分呢 是占美国的总发电量19% 至今还是美国最大的清洁电力 好其实不止美国 来看到的是法国 法国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也宣布即将要兴建的是 8座核电厂 也是要达到2035年的这个计划 就是希望可以把化石燃料的 这个占比从60%降到40%的目标 好另外要关注到 是大陆的第一座生态核电厂 这是广东惠州的太平岭核电厂 在30号完成了第一台机组的 主体结构建设 1号机组将会在2025年 会建成投产 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 第一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 届时每一年可以提供清洁电力 100亿多 项目全部进程投产后 零发地量将超过500亿青瓦石 可等效仅少标煤消耗 超1500万吨 仅排二氧化碳 约4千120万吨 环保效益相当于 1号机组安全壳的主体结构完工 相当于给予核电机组穿上了 坚固的铠甲 可以承受来自外界上百吨的强力冲击 抵御相当于9级地震 还有17级台风 广东的太平岭核电厂 规划新建六辆百万千瓦 还有三代的核电机组 1号与2号两台机组计划在2025年会建成投用 每一个单台机组 每一年将可以满足100万人口 生活生产的年度用电的需求 好 说到这个福岛核电厂 其实三一大地震到现在已经13周年了 但是这个里头其实还有蛮多的辐射问题 得要调查的 营造福岛核电厂的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在28号就展示了一款新的机器人 说是可以搭配机器人的手 也就是这个伸缩管 可以伸长到22公尺这么长 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核子反应炉的安全壳 抓取融落和燃料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上快点赞 alm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